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会儿千古涨停 一会儿千古跌停 今天又跌后三千 本来我们今天的话题叫做什么呢 8月24号 就是昨天 是2015年中国最重要的一天 中国恐惧了全世界 结果 我看没想到第二天 今天8月25号 又是2015年更重要的一天 我的天 跌穿三千点 今天一开盘 我当时一看新闻 我说低开这么多 就是完全就没想到 开盘就先跌6% 这意味着什么 国家队呢 只有这个 只有更重要没有最重要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乐观性 就是以后的市场 我们以前说是国家队就是 那你现在看到了 其实25号 国家队其实拉了一下金融啊 这些板块 拉不上去 大家全都就得堂倒 我们以前 我以前以为只有散户会堂倒 现在发现国家队也会堂倒 现在我们真的是跟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了 散户队和国家队一块被套牢了 这是不是也不用担心呢 其实这个事蛮大的 说实在的 不准心再乐祸 其实这事蛮大的 不是 叶潭老师 我给你汇报一下 我在股票方面的知识 我是到现在我不知道什么叫蓝筹股 不知道什么叫红筹股 不知道什么叫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我本来根本没有买股票 昨天我看到跌成这样 我想 趁低稀大的好时候到了 所以我愤然入市买了一只股票 目前被套牢 这就是我的情况 我不是就自以为学了点吧 就说 大跌的时候反而咱们要进吧 对 是的 但加不住这大跌是连续大跌 你想 昨天是大概将近8.5%跌了 今天是6.5% 对 是的 你想想 这就是严重的股灾 而且它是一泄千里 其实就是一个股灾了 你看 这个事其实分成几部分来说 它还有序幕 还有前面那一段 还有后面高槽 那你看序幕的时候 其实当时是国家对救市 就已经市场不行了 然后那一波 就是先是证监会去杠杆 现在很多人恨是证监会了 他先是证监会去杠杆 对不对 因为场外的 他比如说 我一块钱 我们上次说过一块钱 然后他去这个借个三块钱 五块钱 最高的时候大概借几十块钱 然后进入股市里边坐 然后觉得证监会觉得 他的感觉也对 他觉得太危险了 这个不行 我们得去去杠杆 一旦跌下来就不得了 所以他就开始场外去杠杆 没想到一去杠杆撑不住 这个是酒病的人 然后就稀里哗啦开始跌下来 跌下来之后 然后我们发现 这个政府开始救市 救市了之后 当时就是希望说 救市了之后 吃了两天兴奋剂 还有点用 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回到 三千 这个三千五以上 到四千了 对不对 我们觉得 这个市场还可以 还有一点这个内在的东西 然后激素又测 测了之后 最典型的测激素 还不是证监会测的 这一次 这一次是羊妈测的 羊妈在上上个礼拜 做了一件大事 把这个老外爷给坑了 做了一件大事 贬值 他做的事情就贬值 人民币接连的 连续三天的大贬值 贬的大概是 这个三天时间 人民币贬值 4.6% 对美元 这个就是突然的 然后大家都撒掉了 不光是 现在的状况 就是说 大家看怎样吗 然后股市在这儿跌 集体撒掉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是 不光是中国的 境内的股市在跌 离岸的人民币 那个汇率 根本就撑不住在跌 然后是原油市场 疯狂的跌 然后你看看 这个只有一个东西在涨 黄金价格在涨 我看他们说 说是蒸发了27个王健林 我当时那个就是 人民币贬值的时候 我心里就一机灵 你知道我怎么机灵吗 就是我一想 我幸亏不欠钱 就是不欠 排卖行的钱 你假设你欠 你在国外 你买了东西 然后你这会儿没付钱 你举手的时候 那个价值跟今天完全不一样 你现在一付钱 多付很多钱 是 心说没欠钱 没欠钱 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 下半年不买了 不是 我说马先生 你没听说你炒股票 我不知道 你这从早到晚 也是个看多少点 我天天看这些东西 我不炒 我历史上 不不不不 我历史上炒过一回 那是 什么时候 我想想 9697 就那次暴跌钱 我就不知道是哪个日子了 我多少年也没炒过股票 我有一朋友特别喜欢这事 天天鼓动我 他说 这个 你说这来钱块 这来钱块 我说怎么叫来钱块 他说 每天都不一样 都在涨钱 每天都在涨 他说要不然这样 说你有没有闲钱 有闲钱 你给我 我帮你弄 因为我也不懂 我当年是还有一点闲钱没动 有100万 我说那给你 给你 他天天晚上 那时候还没有短信性功能 好像都不是很全 他给我用是BBG还是短信 我记不住了 反正给我个信息 告诉我 你今天是 第一天就是101万多少 第二天 102 0304 就不停地在涨 涨到 我记得特清楚 涨到114万的时候 我说 能不能不玩 我玩了 就是见海就收 他说 他说不行 他说你一定要涨到120万 说把20万提出来 拿这100万再玩 说你提五次 你的本就回来了 这是他跟我说的话 那理论上是确实是这么回事 结果呢 大概有个十天八天还没信 我一机灵 你看他天天给你报洗帖子 突然没生了 因为我也那时候特别不关心 必定有问题 必定有问题 我打一电话问他 我说怎么着 他说有点不好 我说有多不好 他说账上现在有97万多块钱 就是那14万赔回来了 就这十天八天的功夫 我说那很简单 我说你明天一开门 你就把它卖了 你出来 他说那都不好意思啊 就是他替我玩了半天 还赔几万块钱 我说没有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了 你就听我的 先出来 结果第二天给我卖了96万多块钱 就我赔了三万多块钱 然后那股市一泄千里 我就出来了 我就幸亏 第一次 不侥幸 第一次 就我好就好 在第一次赔了三万多 如果我第一次赚了三万多 我下面赔的更大 你知道吗 我就玩了第一次 就赔了三万多 终身的炒股教训 赔钱就不玩了 他还是蛮有几率的 我这个时候进去的对吗 从长期来看是对的 我还是觉得 因为股市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说 我们怎么要投人民币资产 你比如说你投境内的 大陆的都是人民币资产 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 那我们想想看 有什么好投的 房地产 人民币计价的 你内地的房地产 对不对 然后你股票市场 人民币计价的 然后你债券市场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高端一点的 那种艺术品市场 这些都是人民币计价的 但事实上 只要是中国经济好 当他以人民币计价 资产的时候 股票市场一定是 一个最大宗的资产 如果说你股票市场不投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比如说投一个 我就这么说吧 我们投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跟什么最密切呢 比如说这个沪深300指数 也就是说上海和深圳最最重要的 市值最大的那300家公司 你想想看 如果这300家公司全玩完 股票是股票全部值钱了 而且都在那个亏损 那么中国的人民币资产的东西 你看也不要看 股票不值钱 其他东西也不值钱 你我们现在投了房地产 你现在看着好 迟早有一天 如果这样子的话 迟早也有一天也得回来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如果从这个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理解 你觉得你如果有人民币 对 你做一个长期配置 就跟黄金一样 所以他们这几天 这个微信朋友圈里 说什么都是调侃嘛 说大月兵 什么股民的队伍来了 但是你看 就是说 有的人就说 关于A股的神评论叫什么 一直以为外资在做空中国 原来是中国在做空全世界 事实证明我们格局太小了 然后还有人说什么 说股市又暴跌 有人终于倒下了 躺在病床上问护士 说我现在爱情没有了 亲情没有了 友情没有了 钱也没有了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了 护士饱含爱心的说 看你说的 怎么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呢 你不是还有病吗 亲家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这个坏消息当中也有好消息 比方说这个最近这一周 是吧 全球这个最有钱的400个富翁 损失了1820亿美元 黄建林少了35亿美元 这也都是令人振奋的一些消息 是吧 你跟他们比起来 你的损失就不算了 对我就我在想想他们 我觉得真是不算什么了 对 而且你可以看看 我最近看这个股票K线图啊 我有一种看心电图的感觉 你知道吗 你这还是8月21号那天 这是什么个什么上证指数之类的 再看下边是什么 恒指 恒生指数 下边是台湾的 台湾加权指数 然后这个道琼斯 你看 马先生我现在就是看心电图 我就发现 所有的东西 跌都是不好的 你看心脏病的医生 也就是说 让你那个当当当走那跑步机 他看说你看心电图说 你看你这跌下去就没上来 这你这心脏就有点问题 所以我就发现 看来所有的这玩意儿 跌都不好 对吧 这个中国原来说是经济的发动机 现在就是中国的这个贬值 或者说中国经济不行 真的一下子把全世界都拖住了 你刚才说的那个担子 我想起来特有意思 刚才说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除了说这些富翁贬值之外 财富贬值了 还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是 中国秀秀肌肉 真的有用 就是全球你看看 秀了肌肉之后 然后全球这个美子跌了吧 就是那个标普500跌了 然后DEX指数 欧洲那边也狂跌了吧 然后美元也在跌吧 吓得连美元都差一点尿鱼裤子 所以一秀肌肉 我们没秀肌肉没发现 秀了肌肉才发现 原来中国还挺强 这就是中国股民一声吼啊 地球也要抖三抖啊 这会抖三抖吗 而且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说中国的经济将要走向 走向衰败 是是这意思吗 对是的 就是对是的 不许这么说 好 这马样不说了 不能说跌 要说震荡 震荡 我们要改成一个震荡期嘛 对 这个 那那中国经济 不能说下行 要说什么 不能说下行 转进 过去有个词 这我 我也老听不懂 其实我有时候看看股票节目 就是听见他一些术语 比如叫 一开始我弄不懂 什么叫相形震荡 什么叫相形震荡 就是它成方块形 就是它老实在这震 这不可怕 你看那震荡 就是现在都不是震荡 是一路滑坡 根本不震荡 直接就往下走 我刚才还想说 文涛说的那个不是震荡 震荡真不可怕 你说的那玩意叫一泻千里 一泻千里 对 就是整个指数破位了 你比如说从4000到3800 然后到3500 跌破3000了 这叫一泻千里 而且这个 这两天是一天一个样 你想哪有 昨天跌8.5 今儿怎么我都觉得 指了 今天第一个反应 我觉得今天基本就是死在这 也不升不降 谁能想今儿又跌6.5 6.5 非常大的数 这个会带来什么 股市外的一些趋势的变化 比如说这些人民群 中国炒股的人 就是生活性 没有多少人口 这个倒真是 就是如果是跌的话 问题就挺严重的 如果这么跌下去 其实问题蛮严重的 你想啊 本来所有的这些国企啊 都要分拆上市 或者是并购重组 对不对 都憋着上市呢 或者是蒸发 然后呢 解决一点他们的债务问题 或者解决他们融资问题 这样一跌 谁也别上了 你说以前高科技股啊 那么咱们弄一个 比如说咱们三人 弄一个高科技互联网加工资 对不对 憋着要上市呢 现在别上了 上也上不去了 估值也很低啊 那么像这些从年轻人 到这些这个 到年纪大的那些国企 现在这个都从市场上 融不到资了 这是一块 这还是其次的 融不到资 我只要不崩溃也行 但关键问题是 现在很多的公司 扛不住 绝大部分公司是扛不住的 他为什么呢 他是把他的股权质押 然后向银行去融资的 所以呢 当时的股权质押比呢 就是是按照当时的价格来 是按照牛市的价格来 所以我从你这儿 打个七折出来的话 我比如说这个 一亿我借个七千万出来 对不对 那看着大家都挺保险的嘛 你银行也赚钱了 然后银行也保险 都打折了对不对 打那么多折 那么对于我的这个公司来说 我也拿到钱 但是谁能想到 现在跌到五千万了呢 而且还没止住 这财富缩水了 就整个都缩水了 关键问题是要结算的 如果说银行就这样子的话 万一到一个结算周期 银行的资本金不够 银行盯不住了怎么办 这个是大事 如果我们这个股票下跌 还是小事情 银行如果有一天盯不住了 那个是真是大事情 马先生这对你这行业 对博物馆有影响吗 对博物馆的那个影响 就是你比如说 过去客人来人均消费 他会下降 买东西的 对现在很多就是很多餐饮 为什么突然不成了 人说我这餐馆跟过去没啥区别 就是吃饭的人不够 吃饭的人不够的时候 对他特可怕的是什么 他支出是一样的 那么他可能要保持80%的客人 他就盈利对吧 他来70%他特别难过 他偏偏往里搭钱 我就发现我认识一个排卖公司的 这排卖公司真是怎么说怎么有 比如说我说这次拍卖 今年好多排卖的自评 对我说这次拍卖 比如说前一阵我问他 我这次拍卖怎么样 他说这次那个不太好 我说不都赚钱了吗 他说是啊约赚钱 这帮人的钱都拿去放股票上了 好到前一阵跌的时候 我说好不好 他说又不好 我说那为什么不好 那钱都在里头呢 那怎么都在股票里头 反正好坏都在股票里头 对所以中国股票的问题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所有人的生活信心都被这打乱的 很多人你比如像我 本身跟股票无关 你看我关心是一个瞎关心 就是看热闹的心态 我又不买 但是对我是有很多很多影响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关心他 就是我要知道整个的 这个社会的一个感受 你比如刚才我接着那个夜谭的那话讲 就是他很多公司 中国这个很多上市公司的后面是前台看不见的 他很多上市公司 他是扛到了最后一刻 突然上市释放 对 对吧 他如果扛不到他就是死 这公司就彻底死掉 一上市来了好多钱 过去打仗也是 两军干仗啊 干到最后那一瞬间 其实就赢那一点 他赢了 上市就叫赢了 不上市就死了 对吧 但问题是 你这一次治住去 现在上市给停了 那这一停就死多少 即将上市的公司 咱都不知道 这些公司就死了 这些公司一死 那所有连带的员工啊 各种问题 债务什么就全出来了 这个说的一点也没错 就很奇怪 我们那时候看啊 有的上市 他快要上市 没上市 然后说转眼的就倒闭了 倒闭了 对 真的很奇怪 你不是按理来说 他要上市应该是好公司啊 对不对 你都要快上市了 结果突然没上市啊 几个月没上市 倒闭了 这就说明 他已经撑到最后一刻了 撑不到就我 很多公司都这样 我现在慢慢接触一些 我那个有的哥们去创业的 我现在发现 中国现在搞的这个 都是就是什么 他也就是叫IP 你这什么叫IP吗 我就学会新词 什么叫IP 就是我以为是地址吗 其实不是 说的是跟知识产权 有关的这个东西 他呀就是说 哎马先生 我拉你过来 对吧 你是我的啊 然后夜谭你也是我的啊 然后呢 就拿这个去找基金 说你看 我又有马卫都的这个节目 我又有夜谭的这个节目 都都在我这 你给我钱吧 哎 如果他那么骗 也不叫骗吧 他忽悠到钱了 他也确实给咱们就分了 对吧 他又忽悠不到呢 不是继续分 分到一定个大的时候 他不吃亏 他就把这扔给市场了 对 市场一大堆人来买 你就活了 对 但是问题是 我们并不是非常良性的 对 就我觉得中国非常良性的公司是不多的 我知道很多公司就后面很难看的 但是他突破那个关他就赢了 这我我就搞不懂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公司啊 他几个人 如果有一个人出来了 或者有一个人突然生病了 那那家公司就玩不下去了 对不对 这样公司不就完蛋了吗 不是 所以说啊 就是中国人啊 我觉得有的时候 当然说民族性这个概念是似是而非的 但是我确实发现 咱们这个民族啊 多的是这个忽悠和赌徒 这次我就理解了 你知道吗 我一进去我就理解了 这个 你得考虑华人啊 为什么华人全世界有名 有赌性 就是他比如说 好像像外国人 你一看他那种大体上比较老实 这人家就说 基本上遵循着价值投资 所谓价值投资 就是很简单嘛 就是说 我判断这个东西应该值多少钱 但是他现在还没值那么多钱 于是我就买他的股票 因为这就跟买古董一样嘛 我判断他应该更贵 但是他现在还便宜 所以我就买 但是你看 华人就有好多中小股民呢 他没有这根闲的 我就慢慢觉得 跟他上世界各地那些合法赌场 他就愿意去赌两手 这个心理 文化因素 对是差不多的 他也不管这股票到底是值还是不值 他就是反正入市 赌一赌这种运气嘛 大家都赚钱 我也试一试 但是我那个投资的朋友圈里就在说 说中国就根本压根就没有什么价值投资 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你看 我2011年买了茅台 到现在为止 我还不如去存钱呢 他说为什么 还不如买两瓶茅台自个儿 搁着这个 这个茅台赚钱了 就是说 按理来说 这是好股票 对不对 又有那个品牌 然后又是大家中国的国酒 对吧 大家都爱喝 但是他说 你看啊 就是 跌吧 涨的时候 他也不怎么涨 跌的时候 他就这个跟着 七里花落就往下跌 这有点 我可以说 这有欢迎想起来 他跟那个电视场一样 好电影不一定卖好钱 赖电影不一定市场不好 股票依然是这样 就是说这股票 说这股票 赔的一塌糊 就是这公司啊 赔钱公司 那股票 适应率 什么 不叫适应率 不赢钱的 那叫什么适应率 就是适胆率 就是这公司能卖几百倍的去卖 大家都是赌徒心态 对 赌徒心态 有一个极大的特征 是什么呢 我告诉你 很简单 你要跟一个人去赌场 这个人在赢钱的时候 你拉不走他 嗯 这人正手气壮 没把都在赢 你说咱今晚不玩了 回家去 说这赢钱走了 绝你拉不走 对 股民也这个心态 他天天赚钱 你让他撤出来 你杀了他都不出来 非得等跌的时候 捶胸顿足 一定是这样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是又闹全球金融危机了吗 这算是 哎呀 没有了 中国点的 我刚才还在打电话 就是美国那边啊 就美国 你看华尔街日报 道琼斯 不 那个布隆伯格 你看所有的财新头条 都是中国股市 或者都是全球股市 对啊 头条都是 但是人家不慌 你还真以为 我们刚才开玩笑 说亮肌肉 全球下趴下 人家真的不慌 所以我这次发席约很有意思啊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 当时真可怕 你还记得了 对啊 雷曼兄弟倒闭了 对啊 然后这些大金融机构倒闭了 然后全球的央行开会 G20领导人开会 G7峰会 一个一个的会议 接着一个会议 然后宽松了 然后是大家积极财政了 全都来了 但是啊 后面后续的两次小浪花 都是这个全球市场 大家很恐慌的 但是他们都没反应 一个是那个欧债危机 欧洲五国 你说希腊 危机成啥样了 但是好像也没影响到 中国什么东西了 对不对 中国央行也没派到欧洲去开会嘛 没事 那这一次新兴市场危机 你想啊 中国人民币都跌成这样了 然后是这个 像马来西亚林基特 都跌到几十年的低点了 对啊 很危险很大 但是你会发现啊 德国经济部长说了 这个不算什么 就是说中国会好 欧洲人现在 欧美人现在说的一句话就是 这不算什么 中国会好的 然后他们说 这个为什么这个 欧美人 我们后来分析了一下 为什么他们那边不紧张呢 第一 去杠杆是基本上完成了 没有大型的金融机构破产 比如说花旗 说你因为中国的事情破产啊 或者说大亏损了 没有 天也没听到过 我们听到的是 他们做多 做空人民币盈利了 没有听到大型的 全球大型的金融机构破产的消息 第二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像 他们即使在跌 但是跌到现在 你会发现标普500的价格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说你再跌 我的低价就放在哪 你再跌能跌到哪去啊 这是他们的心态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像德国啊 或者是美国 他最近公布的消费数据啊 经济数据不错 就是说我一季度的GDP已经很差了 那我二季度起来了 我的就业也起来了 再差能比一季度更差吗 那问题是咱们的中国呢 接下来是会能有回升呢 还是还会只有没有最差 只有更差呢 所以我这次是特别担心 不好意思 我又要说这种话了 我这次是特别担心 就人家把你撇开了 不跟你玩 这是最担心的 你想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当时我们靠的是自贸 这个不是自贸 全世界都歌颂中国呀 中国卡住了 对 这次人不带你玩了 是这意思吗 人家真的不带你玩 人家投资投到什么东南亚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我们自己的企业也会往那转 对 那实体就完蛋 如果实体又完蛋 那中国